这里是智慧生活展区 那这一次呢我们除了要带大家看广交会人从众的热闹场面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我们将一起去探访三家企业 看看他们都带来了哪些新的好玩的实用的黑科技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主要是展览展览的一些家用电器 那我们今天要来的第一家企业呢 就是新保股份有限公司 诶朱总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您也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今年呢最有亮点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我们称之为呢是无线的泳池清理机器人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充电 然后呢这个机子可以放到泳池里面 那在泳池里面呢它可以有40分钟的一个续航 我们也走近一点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一堵它的真容 那么在国外的话呢越来越多的家庭 对于泳池清洗 就越来越重视 但是呢泳池清洗 一般来讲呢它难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产品的一个设计 还有呢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线路的一个设计 那么它可以达到呢就在泳池里面呢很高效的去清洗 在45分钟之内呢可以清洗300平米的一个泳池的面积 300平米对对对对 昨天我和同事经过这也是在拍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没有看到过泳池清洗的机器人 对对对对 这算是一个创新的赛道 啊就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产品因为呢它可以吸 就泳池里面的比如说树叶啊杂物啊它可以一边吸 然后呢一边呢对于这个墙面还有地面的一个清洁 那对于家庭使用来讲的的确是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那这两天就是外国的这些询问它的产品的多吗 那我们从昨天早上呢就已经很多客人就非常的感兴趣 而且呢我们应该是这个印象呢已经收到了很多的印象 包括呢各大的客人就全球各大的客户呢 对表示对这个产品呢是高度的关注 那我们希望是能够呢尽快的去把这个产能提升 我们看到它这个滚孔其实因为它要在里面翻转嘛 所以它整个还是比较轻盈 这个机器很重吗大概重量有什么 这个机器重量的话因为它是不需要人来 去操作所以的话它是自己呢在水里面 大概这个也不是说特别的重 那就是在七八公斤这样子 嗯它只要就是以感应到比如说这个外壁 嗯它就这样是的是的 它可以上下可以平面移动 可以上下移动 而且呢它最重要它就是无线的 就是说你不需要去管它 你把它给扔到水里面去 它可以自动的去清洗 昨天看到的时候我听工作人又给我介绍 说这个可以在手机上操作 对对对对手机上来去控制 哦啊就连接它就像一个控制 是的是的比如说你要它往哪边清洗啊 嗯啊怎么样指挥它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在按 就是说在泳池边你就看着它清洗 或者是你不用理它 你在房间里面你可以通过手机要控啊 它在这个清洗的时间 还有呢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要上来啊 这样子都可以做到 就可以把一些既定的任务 直接用手机就安排给它了 没错没错 你可以提前的试制 比如说时间或者是说这个呃 它的工作量啊 还有呢它这个清洗的一个程度 要清洗哪个方向啊 昨天有工作人给我展示 就是它清洗过后的那个 就装脏东西的那个装置里面 我看还有头发呀 树叶等等 它的整个兴建能力还是很强的 啊非常强 它这个呢它这个产品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效率 那么这个效率是怎么来的 就是呢 研发人员呢 它通过这个线路的一个试迹 就是它软件它线路怎么样模拟 这个线路它怎么样跑 然后呢怎么样清理 它这个路径是怎么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它的关键点 是在这个线路的一个模拟的试迹上面 所以能够做到呢非常高效 就是45分钟之内 把300平米的这个池 这个面积得把它清理干净 好 那我们边走边聊啊 好 那除了这个产品 我们今年就会也有很多 比较有亮点的产品 那比如说 像这些看到的哈 这个颜色比较鲜艳 然后呢花纹比较亮丽的产品 那其实呢我们公司有专门的一个试迹团队 那这个试迹团队它们每年呢都要对全球的流行的色调 要做一个调研 那它们就整理就是全球 比如说哈 衣服就时尚的 还有呢家具 还有呢纺织 那么流行什么样的这个颜色 还有花纹 那么每年它们会更新一版 叫做颜色和时尚的一个更新 那么会把这个颜色呢 再引用到我们的这个产品设计上来 那我们每年摆除的这个产品呢 实际上看我们这一版呢 不是看产品 是看颜色 那就是说呢聚焦呢 就是今年的流行颜色是哪一个 那我们给客人介绍的时候 也会特别的去推荐 就是说今年的流行款式 或者是它的这个花样啊 是怎么样走的 然后呢也引导客户呢 可能我们的产品设计 他们可以借用 就是这个流行的色调 再搭配呢 这个产品的设计 所以敢说到 不仅是在创新性能上 对吧 外观上也要与时俱现 来跟上潮流 对对对 一定要是跟着全球的这个时尚 还有它的整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然后我们再引领客人 再跟客户呢 相互的一个搭配 看到我们的这个展示 真的人特别多 因为我们品类也是比较多 那今年的我们还带了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 也是我们非常智能的一个产品 我们叫智能 智能厨师机 为什么叫智能厨师机呢 它这个产品等于呢 就是一边可以呢 是储存超级百市的上千个菜谱 就是针对不同的市场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土耳其 它会有土耳其的这个 叫食品的这个菜单 那么美国 它有美国的菜单 还有像你像印度 它有不同的自己的菜单 那这个产品的智能 就是你可以提前 在这个机子里面呢 去试试不同国家的菜单 然后应用到呢 就是不同国家的一个需求 那你选择哪一个菜单 它都可以实现 就是这道菜的一个 全部一个自动的完成 那这个菜单 它怎么实现一个自动的学习 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呢 就是选择菜单 那选择菜单呢 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要这个菜 那你选择了以后呢 紧接着呢 就是像 它一直呢 那就会 对 那么从这个选择开始呢 那么它就会一步一步的引导 比如说你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你要提前准备 准备好以后呢 紧接着呢 第一步呢 就是放什么材料 那里面呢 它带了一个秤 带了一个秤呢 就是那个分量呢 你导到差不多这个分量的时候 它就提醒你是ready了 就是准备好了 就准备好了 再下一步再加其他的不同的这个材料 做料 然后加完以后呢 就是它可以自动的你按一键 那它就开始煮了 那开始煮了 你就不用理它了 等到它准备好以后呢 它会有一个提醒 那提醒呢 就是这个倒菜就也准备好了 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菜单的一个预示纸 对 对 那菜单只要预示纸好了以后呢 它就可以自动的去 就是提醒你怎么样 教你指示你怎么样来去完成这道菜的整个程序 嗯 而且我看这上面其实功能特别齐全 有黏膜呀 各种混合呀什么针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朱总其实我去年也来过咱们星宝的这样一个展区 我发现整个展位的设置还是有一些变化 嗯 去年我记得是一个环形的区域 对 就在那里 嗯 有很多咖啡机呀 对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这是新宝来广告会的第几年多 这个我们已经是从最早的1990年我们就开始参加 当时呢是在最早的这个叫中国大酒店旁边啊 接待然后呢展现给到客人 所以广告会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 就跟客户的一个会面还有呢就是推荐新产品 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的去展示 那客户只有通过展示他才会明白这个产品的原理 他好好在哪里 那智能智能是在哪里 还可以来尝试一下 对还可以品尝一下它的这个到底呢是不是做出来的效果呢 是非常完美的 那我看您就是整个展会期间也特别的忙 包括昨天见到你一直在各种沟通各种沟通 那您对广交会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对广交会最大的感触呢 它是全球最大的平台 就是能够让供应商还有客户做一个充分的一个接触 然后也是就是增进我们跟客户的一个合作 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沟通 然后呢你可以在短短的几天的时间 非常高效的可以接触到呢 我们是几百个客户 客商 就是说这个效率就非常的高 你不需要说我要去美国 我要去欧洲然后去会见不同的客人 那几天之内你吸引了全球那么多的客户 然后呢能够把客户的需求集中的反馈给我们 然后我们可以对应的马上给到方案 所以这个是最高效的一个平台 这也是这项展会最大的意义 对对对对 好谢谢朱总 谢谢那你先忙 好谢谢 那看完了新毛 我们看了这个泳池清洁的机器人 包括还有这个智能的厨师机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这家企业 我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就是可以完全满足你非常极致的试听体验 我们要穿过地区去到C区 那这一届广交会呢 展览总面积是有155万平方米 展位的总数约7.4万个 参展企业2.9万家 昨天是本届广交会的首日 那截至昨天下午5点 境外采购商线下盗会已经超过了6万人 来自全球205个国家和地区 盗会人数比上届同期增长了18.5% 在智慧生活展区你就随时都能够通过企业的布展感受到这种科技的力量 非常的梦幻 你看有非常多的冰箱呀 包括洗衣机还有电视 没错我们接下来要采访到的这家企业就是海信 我们从这儿来这儿看一下 你看看这色彩饱和度立马就不想干活了 接下来要带大家看一个 好那我们在海信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电视机 那今天看到的这个电视机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请到了海信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海信国经营销电方 然后现在的话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化光电视S1000 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来一起看一下 哇这么多电视机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请看一下我们这台65寸的S1000 首先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屏幕 与我们这么多电视的屏幕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用了一个抗反的屏幕 所以的话它可以减少那个反光和炫光 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站在电视机的前面 但是呢没有我们的影子的反光 所以的话这个观感的效果是整体很好的 然后其次的话您可以发现 然后它的光是非常的柔和不刺眼的 可以大家减少对您眼睛的刺激 要不是我昨天来看到过这儿 我真的以为这是你们做的一个真的画作 对对对画作的展区 真的像一个真正的画 然后其次的话因为我们用了抗反的屏幕 所以它的质感的话是像油画的那种真实的纸质的质感 您可以摸一下 这个可以摸是吧 对可以摸的 而且因为它真的像一幅画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有灯光的照射或者太阳光的照射 会有反光 我在里面可以看到我的影子 那这个真的完全看不到 对就很好的模拟了那种画的真实的效果 而且其实现在电视机都是越做越薄 那我们这个画框电视 就是壁画电视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厚度 它增加了一个这种相似的边框 就还是非常有创意的 对然后这个说到边框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是画框电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边框 它是通过磁吸的方式来吸附到我们的电视上的 您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展示的是一个白拉木的颜色 然后我们还为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了其他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白色还有葡萄木 葡萄木的话就是有点深棕的那种颜色 因此的话消费者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个人的喜好 或者他们家室的风格 来选择适配他们自己家的一种电视的风格 其次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框给摘掉 然后就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电视使用 还可以拆卸 对它是可以拆卸的 一个是磁吸的 非常的方便 那是不是这个意味着 比如说我要更换这个装修风格的时候 还可以换成其他颜色 对就换成别的颜色 就是随心配随心换非常的方便 这两天是不是这个也骗到了非常多的外国抬购商 对对对他们很多人在驻足 然后我想让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已经量产了吗 目前还没有 这个未来会在欧美上市 欧美上市 非常的期待 对然后除了这个边框以外的话 我们这个是超薄贴条 然后虽然您刚刚提 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厚 但是它其实就是两指的宽度 然后它与我们的墙面的话非常的薄 您看大约只有三毫米的距离 然后薄的就是窄的只能插进一个身份证 这样子的 对就非常的窄 然后就很好的与我们的这个家居环境 融为了一体 就呈现一种一体化的一个画壁风格 对然后除了我们的外观以外 我们的画质表现非常的优秀 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色彩非常的鲜艳 是吧 因为我们是采用一个量子点的一个技术 也就是说我们的色域值更高 覆盖的颜色更多 有可能您就是不太了解这一个 然后我给您打一个比喻 就是相当于我们再画一个画 然后如果没有量子点的电视的话 它是用那种36色的蜡笔 再画一幅画 然后我们用量子点的S7的话 就相当于用72色的蜡笔 在画同一幅的画 它色彩更加丰富 对色彩更加丰富 然后关于色彩的细节展示 也更加绚丽的多彩 而且比如说像对名画的一些 对对对 对还原度更高 然后更加的逼真 对看一下 这完全不看电视的时候 就可以展示这些 对很好的展示 然后说到这个名画的话 我们有一个app 叫做艺术模式 它是一个内置的app 然后目前我们的海系呢 已经拥有了很多个世界名画的版权 所以的话消费者的话 可以任意的选择 他们感兴趣的名画 来作为这个壁纸 对 然后除此之外 如果这个不能满足它的话 它可以通过插USB硬盘 或者是扫描 那个二维码的方式 传传自己的照片 来作为自己的壁纸 都是可以的 这个特别贴心 真的就是感觉 现在电视已经不是一个 功能性的存在 它更多的是一种 艺术性与实用性 对的一个存在 融入加装风格的一种艺术品 对对对 然后我刚刚主要是介绍了 我们的一个外观和优质的 画质表现 画质表现 sorry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的音质表现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声道的话 是2.0.2 就是说明是有两个主扬声器 和两个天空音 所以您用这个电视播放声音的时候呢 它声音是从下和上面一起出来 立体声 对立体三 就是很沉浸式的那种3D环绕音 因为现场的话比较吵 所以就没有办法帮您播音乐 但是如果您买到家里的话 就是很好的感觉到那种 就是身处剧院之中的感觉 剧目 对对对 生化合一了 对 总之呢 如果您想到这种极致的艺术体验的话 就是买这个电视是最合适的 对 还有哪些 还有哪些好东西 我想大家看一下激光电视 好 哇 等一下 您好 请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激光电视吧 谢谢 来 品种非常的丰富 所以要换人介绍 是吗 是的 大家好 我是海信国精销的激光电视的产品经理 叫王友恒 我来帮大家看一下我们海信的激光电视 然后这一个品类呢 可能大家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激光电视跟传统液晶电视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是用主机发出光亮 然后反射投在屏幕上 不像传统液晶一样 是屏幕发出的光直接照在我们人眼眼睛里面 就是如果它光直射出来 就是你看久了的话 一个是会感觉非常累 对 然后可能就是会影响你的观影体验 所以就是激光电视一个是你的眼睛会非常放松 它反射出来的光像激燃光一样 这个是它的第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是它的尺寸可以弄到非常大 你像传统液晶电视可能现在110寸或者100寸 就已经是它们的极限了 但是像现在激光电视 这一块屏幕是110寸 就是我们可以做到更大 就是120、150都是可以走出来的 所以是可以更加满足人们对大屏的需求 然后的话像我们这一款产品 一个是它的外观设计 采用了我们传统的天元地方的设计品验 就是更加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审美 这个具体是怎么反射的 是主机里面有特质的激光器 然后激光器就是发出来的激光光源 经过我们的那个GFD芯片的处理 然后再通过十几层镜片的加工 最后反射从这个口反射到屏幕上去 从这 其实屏幕本身是不发光的 光都是从这个主机里 它就像一个反射板一样 对 是的 然后这一款产品的话 是采用了最先进的8K的技术 是我们全球首款8K的激光电视 我有一个疑问啊 就比如说电视做大了之后 我如果就是客厅没有那么大 就是我坐近了之后会不会看着会比较眩晕那种感觉 就因为太大了 这个我们其实可以根据你就是客厅的大小来选择 这一个激光电视的投射尺寸 投射尺寸可以设置的 而且刚刚那个壁画电视 我看跟这个有个共同点 就是看起来的这种质感 就它也是没有 比如说现在我在这也没有影子 然后光的这种光影也是看不见的 对 因为我们现在海信用的就是激光电视的屏幕都是抗光幕 就是这个屏幕是可以过滤到大部分环境光的 可以看现在这个场馆其实非常的亮 但是这个屏幕里也是看到就是很少看到就是有背景的反光 因为它可以就是都用的都是对线级的抗光幕可以屏蔽掉大部分的光 就是会让它的观影体验就是更加好 然后同时就是8K的分辨率也是可以让用户看到更多这个画面里的细节 然后这个主机还有一点是它配的屏幕是发声幕 好 明白了 那刚刚有注意到他们在那儿 这是一个家庭影院一样的设置吗 对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这一款产品是我们海外2024年将推出的新品 我们叫这个产品叫做PX3 Pro 然后这个产品它的那个偷影尺寸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调整 就是一个变焦的镜头 就是你看我们是做了一个推拉电视柜来展示这个可变焦 就是如果你家里调节小空间小你可以就是把它图小 如果你就是方天多大的话你可以就是把这个主机就是往后面放一下 就是离电视长过远一点就是可以达到这么大 这个目前最大是可以达到150寸 这个就自己可以随意的去调整 对我们可以根据家里的情况调整 就是这个展示呢是没有配幕的就是外面那个是配屏幕的 谢谢谢谢王老师谢谢您的介绍感谢 那我们在这里呢是看到了有非常多款的电视机 也让我了解到了现在这种屏幕的呈现有多么的极致 那我们回想电视机的一些发展 其实是从黑白到彩色又从这种平板啊到曲面有非常多的变化 但其实不仅是有它的性能在变 而这些外观导椅和家装风格融为一起的这种艺术风格也一直在不断的打造 每年广交会每一届广交会这个家用电器展示 都一定是最最最最火爆的 有非常多的外国采购商在这里询问看展品 询问一些产品的细节 然后和参展商进行协商啊洽谈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穿过C管 本届广交会呢是4月15号到5月5号分三期举办线下展主题呢 依次是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 昨天我在穿梭在各个场馆的路上也是一直在不停的试吃 因为正如大家所刚刚看到的 其实有非常多的智能厨师机等等 还有一些炒菜机器人 所以可以随便的去品尝 在广交会根本不用专门去吃饭 你只要逛一逛展馆就能吃饱了 本届广交会呢展示先进的制造成果 预计现场新品是超过了100万件 绿色低碳的产品超过了45万件 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超过了25万件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说 每年的广交会也是一个观察 生活观察业绩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前沿的产品 而且正如刚刚星宝 他们可能参加了已经30多年了 可以看到他们企业的一个变化 包括大家现在最喜欢的前沿的产品啊设计等等 都是观察的一面好窗口 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很多 那接下来呢我的同事在一个展位前等着我们 他那儿有非常多好玩的东西 总的来说就是懒人神器 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已经看到他了 亚璇 我们来了 好 好的 好 那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 他带大家继续看好玩的黑科技 好的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家店呢也是 几家非常有意思的店 这家店主打的跟黑科技不同 叫白科技 这样生活更加简单透明 现在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这家店天可的经理 罗经理您好 您好 您好 也是想请您介绍一下我们家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产品 好的 没有问题的 好 现在是一 这是应该是一个洗涤机是吧 这是一个地毯清洗机 哦 地毯清洗机 这也是我们专门带到这个广交会来的 因为我们说广交会更多是面临外伤嘛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说欧美五眼国家中东国家 其实大家的地面啊更多还是地毯的 是的 是的 但在他们的地毯呢 他们的一个清洗期间大概半年才清洗一次 我们去看了都是发现地毯是很脏的 所以我们就搞了这么一个产品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很创新性的 会改变欧美人清洗地毯方式的一个机器 哦 因为在我们传统印象里地毯真的很难清洗 对 非常难 非常难干 也非常难打理 那这个机器它是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 所以我来演示一下啊 所以首先一个我们说啊 欧美传统的地毯清洗它非常的笨重 非常大的一个机器 所以欧美人呢他们一般是找外包商 找服务商 一来清洗清洗半天 然后呢半年才清洗一次 就是那个机器太笨重了 我们这个首先做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两个大轮子 这个轮子是给它加了前后的助力 就是我不管往前还是往后 它都可以有助力过去了 当它这个助力的时候呢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使用非常的轻松 就是前后非常好推 对 前后非常的好推 我看看是不是没有插电啊 没事 稍等我们一下一下 好 同时我好像看到它的 对为啥动不起来啊 Steve帮我看一下 有了有了 没关系 现在没关系啊 可能是那个电源的一个问题 您讲解也可以 最主要就是我这个前后助力的 手上它的这个推拉呀 可以非常的轻松 而且我们这个整个的转弯也是有这个智能工程的设计的 就首先摒弃了这个 以前欧美你必须请这个外面的人来 我这个自己就可以去做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一个呢 我们家里一个烘干的一个功能在里头 在它的这个下面 欧美 对 在它的这个底部 当我去把这个 脏污的这部分东西清理掉了之后 就可以开走这个烘干的流程 以前的这种地毯清洗啊 就是我洗完了整个地毯就非常的湿 大概就会让它亮半天 我们这个烘干大概就来回拉 八个来回的时候 我们用手或者用脚踏上去 就没有感觉了 拉二十个来回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全干了 所以大概两个小时清洗完 哎 家里的小朋友啊 就可以在上面随便的跑了 这是我们说它的第二个卖点 第三一个呢 是我们有这个自己专利的一个自清洁 哦 自清洁 外国人他地毯清洗不想自己做啊 是这个机器弄完了之后 因为地毯里头藏特别多的灰 嗯 所以清洗完了整个从这儿 到机器里头都特别特别的脏 嗯 嗯 现在所有市面上的机器 清洁完了它所有脏东西就在里头 哦 如果自己家里买一台 放在那里 过三天就完全臭掉了 所以大部分人不会想着自己买啊 就就太太臭 我们这个整个清洗完了之后 从滚刷到这个水箱 特别的干净 没有任何的脏物留存 只需要把这个脏水箱倒掉就好了 所以清洗完两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踏上来 这个机器往旁边一放 那一个星期之后我拿出来再用 同样的干净物件 非常方便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可以完全的去改变 国外人清洗地毯的一个习惯 是 比如说我们的洗壁机对吧 天壳是从洗壁机发家的 以前大家拖地用这个拖把来拖 确实也就是比较累嘛 是是是 然后有了机器之后 我们也可以做到一天一拖 两天一拖 那地毯机我们觉得说 我们会想让欧洲人美国人 去做到每个星期去拖一次 嗯 现在我们是来到这个 然后这里我们就来看到的 拖地板 拖地板的了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看到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美国和英国主力 嗯 几年前他们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家里 都是扑地板 是 扑地毯 现在呢一半一半了 很多年轻人愿意用硬地面 就是地砖和地板 所以呢 国内也是硬地板 国内硬地板居多 对啊 所以呢针对这个硬地板 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洗地脚 我们这边来 那今天主要想给大家推荐的呢 是这个 介绍的是这个 这个是我们全新的一款机器 呃叫做streetch 就是躺平的意思 哦 它是一个完全可以一百八十度来躺平的 哦 看 它是可以完全的放下来 对 完全的放平 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完全放平呢 就是之前我们卖的卖的挺好啊 一直都是这样的一款 这几款都是这样 嗯 但是当我想要拖沙发底下 拖床底下的时候 它下不去了 只能 它会被撞起来 对 只能到这就卡住了 嗯 于是呢很多这个用户就和我们说啊 哎 你这个东西特别好 但是我床底下 沙发底下真的很脏 持续的脏很久 能不能搞一款 真的能躺平的 嗯 我们就做了这么一款出来 它是可以完全躺成180度 完全180度 嗯 而且这个厚度只有13厘米 是很薄的 对 床底都可以 完全都可以进去 我们也是先去做个调研 就绝大部分的家里啊 13厘米的厚度 我们能cover住沙发 能cover住床底了 所以完全都可以做进去了 满足大部分 嗯 所以首先做的这么一点 那也能看到啊 这个和我们的其他机器 有一个很大不一样的 嗯 其他所有机器我们的清水箱 都是在后面 哦 但是我这个要躺平 躺平 如果水箱在这里的话 它的水就不好流到这个地方去清洗了 嗯 所以我们把水箱放到了这里 同时维持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容量 我们这个清水箱有800毫升 800 800毫升 然后污水箱就放到了这里来了 污水箱有720毫升 做到这么大呢 就是为了省大家的时间 我这么大的一个容量 可以让它持续的跑40分钟 嗯 加上我们的电池去配合 对 40分钟我们去看 基本上我们清扫120平米 基本上是足够的 可以 啊 再加上有些东西呢 就天可啊 其实我们是说 国内的洗礼就算一个开创者 我们真的就很用心的去专业用户的痛点 我们的这个污水箱 其实也是有很多 我们讲我们的白科技 其实能给大家讲得懂的东西在里头的 720毫升的污水箱 当这个污水来了之后 现在市面上有些其他这个机器啊 有污水进来了之后 它会堵住这个风口 吸力就会降低了 嗯 但我们这个污水流了进来 我们这个干的垃圾 湿的垃圾的气体完全分开 所以我躺平的时候 吸力也完全不衰减 完全不影响它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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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能不能麻烦您可以呀 我来我来演示一下 有撒了一些 我们同时已经 已经有放了一些这个脏布在这里了啊 我们把它打开 好那我就完全躺平的来 这基本上可以看见 我们就一次过去 它基本上就是完全干净了 对 针对头发我们也是的 像家里的碎发真的非常的多 哎在床底下也完全是这样的 是 特别是针对沙发底啊 还有床底 是的 它的吸力真的蛮强的 来回垃圾 它就完全不会做衰减 你们看到 所以这是我们完全的去针对它一个 躺平的一个设计 非常干净了已经 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 吸到了这个 清洗完了之后 它就在这个物质相流啊 嗯 然后呢 除了这个啊 就是说我们真的躺平的设计 其实这你看到 头发都在这里 嗯 这我们就真正是做到干湿 的一个分离的状态 哦 分离的 对 这也是消费者跟我们说 哎我是可以清扫啊 但是我来清理这个也很恶心啊 它很脏啊 是的 我们把干湿分开了之后 大家这种恶心的感觉能好一点点 不会那么恶心了 很好的 然后呢 它自己也有自清洁吗 对 就是当这个做完之后 其实我们的自清洁也是做到 我的这个清水就开始加热 两分钟的时间 我这个热水就会把这个全电路的管道 给清洗一遍 清洗的非常的这个干净 也是因为中国人就是觉得 我热了我就能杀菌嘛 其实我们去做的时间也是真的 所以首先我的热水两分钟 把整个内外都会清洗的非常干净 然后我们放回嘴上之后 这个滚刷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一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五分钟的急速空干 也就把它可以去做的非常的干净了 所以整个清理非常的快 风干非常的快 对 这个非常非常给力啊 给我们省了很多事 是的 我们还有一款 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这样的料理 刚刚做了一个我来洗一下 这个呢就是说 天可其实我们起家是以这种地面清洁来起家的 但是我慢慢觉得 其实我们也要深入到这个老百姓的整个家庭的生活当中去 我们说我们这个居家白科技嘛 生活白科技 所以呢我们后来就开创了这个家用料理机 然后呢今天想介绍的呢 又是我们的这个升级版商用的料理机 哦 是给别家的就是饭店 比如说餐馆 饭店 一些想创业的 小企业主来使用的啊 这个呢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念想是基于中餐数字化和中餐标准化 目前其实是没有真正能去做好这一块的 但我们觉得说中餐是一个非常适应去推广的一个东西 非常适应去全球推广 很好吃 对特别的好吃 那想去开饭店 我想做成一道好菜其实很难 所以我们就搞了这么样的一套东西出来 这个我也讲几点关键重要的点啊 所以我们说它是市域营做种很多像这种小创业的 原来开始尝试一些这种小事业的 因为大部分我们说现在市面上啊开饭店 你要是自己开你不用机器你得请厨师 厨师是非常难找的 厨师手艺到底如何是难说的 那你如果要 对 如果要去用料理机呢 大部分的料理机啊现在要用 大部分要用350伏的店 嗯 但我们这个只需要用这个220伏的试店就可以 好 这也是一个 我看这个鸡蛋肉丝啊 都已经放好了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殊的 就是我的头料 全自动的 全电控的啊 就可以 我的程序都是全电控的 好 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可以啊 我们请我们的这个 实际同事帮我们演示一下 好的 这个是我们会做一个青椒肉丝炒面 好 那我来 直接烹饪吧 这是青椒肉丝炒面 我直接点击烹饪 对 然后 要选择 你放入 哦 这样点是吧 嗯 嗯 已经开始了 对 他就会 因为他最开始是要加这个调料 我们的调料是在这里的 哦 所以他会先搬下锅 你可以看到油会自动加进去 非常的方便自己的自己就像解放双手了 完全交给他了 对完全交给他 他的对于这些客重都是可以自己设定的是吧 对 就是我们这个是商业版了 就是家用版 就是商用版和家用版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家用版呢 我们是完全是预先设定好的各种参数 嗯 商用版因为有的餐厅会想说 哎我有自己独家秘方啊 嗯 我有自己想要设的东西 它可以去设置 设置好各种的菜谱菜单 哦 然后呢我们也支持你说我想开连锁的店 你只需要在一个地方设置好了 它就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把你的菜单传到所有的机器上 这样就可以只操作一个机器 只在一个机器 就可以你的全国的门店 甚至未来全球的门店 你可以是一体化的 连通的 哎你有新菜单上线了 嗯 也是我只要在我总部设置好了 我全球所有的门店同步一秒钟 就可以全部的一个上线 对 你看它现在就是肉丝就这么投进去了 放进去了 对 全都是自动投料 全自动的 然后厨师就可以做到一个厨师可以管好几台机器 二三十台机器都没有问题 对 现在我们做这道料理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呢 这个大概是三分钟就可以了 哇非常快速 非常的快 对 我们现场也可以闻到它有非常大的香气出来 这你也能看到我的这个商用版和家用版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家用版的锅是完全密闭的 我这个的锅是开口的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商用里的大家对这个锅器的要求更高 是的 所以我们对火温的这个要求会更高 让它一定有那种大火翻炒的感觉出来 有油气的感觉出来 这我们出来之后色香味都就全 你端上桌的时候 这个消费者看到有一个特别的这个 觉得非常棒的一个状态 是的 就模拟我们真实炒菜的 也不要掩盖它的气味 对 然后同时呢我们商用版啊 所以我们给商家备的也都是两套 我们锅会有两套 我们这个投料盒会有两套 三分钟就炒完一个菜了之后 我就把这个拿下来 这一套放上来 锅这个拿过去水 冲一下一个新锅放过来 它就可以扫下一套菜了 所以蔬菜速度的东西 蔬菜速度会非常的快 嗯 也是适应我们饭店的一个样子 对 所以这对我饭店来说 我厨房的面积要求也不需要那么大了 对 现在的厨房啊都很小啊 饭店的厨房也不大 对是的 所以你如果是开那个相对比较小的可能一台机器就够 如果我要做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种 两台三台 所以有的时候我准备一个四五台机器往那一放 就即使我四五台机器啊 你现在市面上做的那种能炒大锅菜的那种料理机 也要便宜不少 再加上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 我的菜股是可以完全一键去生成的 可以一键预制的 我们还可以给它以支持说 我们有这种感官实验室 全国只有两个这种味道感官的实验室 一个在我们天壳 就我们通过AI去分析 现在分析的是中国人更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我们把人对那种酸甜苦辣的口味 用数字去定义了 然后去制造说什么样的菜股是中国人喜欢的 未来我们还会针对这种海外客户去分析他们的菜股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烹饪已经完成了 哇 看起来真的好有锅气 就在餐厅大厨在锅上炒出来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的 色香味俱全 而且时间非常短两三分钟就绝数了 好 现在我们盛一下 现场能闻到这个真的非常香啊 展妹旁边也是围了很多的人 所以其实目前单从料理机来说智能料理机 其实我们在国内的市占已经做到了第一 但它现在渗透率还比较小 所以我们想像这个帮我们拿着勺子插着什么的 想像这个洗地机一样 我们真的想把这个行业去做单 因为我们觉得它会改变这个人的生活方式 也会去改变整个商业的环境 它真的会帮我们去把这个中餐的标准化 数字化智能化去推广开来 您尝一下 好 那就先让我尝一下 口感如何 非常香 就面条蒸好 这个味道 对 能感受到它大火的那种香气 是的 因为中餐是非常难料理的 而且其实我们本身是有自清洁的功能的 嗯 所以其实它自清洁也很快 我们的那个家用呢 它就是完全弄完之后 自清洁就基本上不用打理了 只是商用的 我们想着还是追求一个效率 我们给它一个支配的方式 非常棒 非常感谢罗经理的讲解 谢谢 刚才我们也是走过了三家的参展商 看到这么多的黑科技 还有我们的白科技 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然后让我们继续关注广交会 下次再见